毛泽东 私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 李志隋 播讲 夏秋年 窃听露馅 1961年2月 也就是春节后不久 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 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 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 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 两个女的赛过一面罗 这次随行的 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 毛还带了两个女基要员 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虫 在我的印象中 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 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 从而密切起来 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 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 毛这次带她出来 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也同行 他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 黑黑的 头发在脑后晚了一个计 面容沉郁 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 1949年以后 被送去苏联学习 回来以后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 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 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 江青没有办法 1959年后 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 江青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 这次 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 毛曾叫军官的妻子到她的车厢几次 每次出来 面色都很忧郁 到杭州的当天晚上 毛又叫她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清晨 一位女纪要员来叫我 她说 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 我们去找她 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 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 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 去武汉 中途经长沙 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 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她车厢内私混很久后才姗姗出现 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省人 保留着农村人蹲着谈话的习惯 一直蹲在沙发上 会谈开始后 我 幼儿老师 两位积药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积药室录音员刘凑过来 同我们一起走 大家正在说说笑笑的走着 刘对着幼儿老师说 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他愕然问刘 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 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 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他又问刘 还听到什么 刘兮兮的笑着说 都听见了 这时不只是幼儿老师 两位积药员都呆住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 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 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 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 他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 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汪向毛讲 他调回来 这是第一次外出 不晓得是谁让录音的 汪出来以后 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志都下放劳动去了 既要秘书只有罗光路一个人 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 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 我说不晓得 我这次调回来 第一次外出 原来带些什么人 照样带这些人 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 主席让我审你们 录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 我说不要关了 跑不掉 汪让罗光路说说 录音是怎么搞起来的 罗说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装什么时候装起来 都不知道 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 怎么问得到 汪又问刘 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 他照领导的指示办 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 领导上叫你录 你就录 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 你录下音来 也是领导上布置的 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 你们要录音 事先又不告诉主席 又乱录一阵 我怎么同主席讲 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 自己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十多 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 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 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 到招待所后 立刻进房睡下了 等我睡醒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房间旁的会议室内 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 录音带 电线 各种小收音喇叭 一大堆放在那里 毛命令汪东兴 基奥秘书室副主任 康一民 罗光路 录音员刘 站在桌子背面 拍了几张照片 著名是对毛进行秘密侦查录音的人证物证 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珠南海赶来武汉的 康对汪很不满意 康说汪应该明白 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 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 康一民认为 汪东兴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 这个事 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 这次是毛发掘的 怪不上别人 吵的结果 游王去向毛报告 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 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加生气 说 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 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 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虾平 这种党史也可能是当史 毛私生活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 因此 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经常出寻全国各地 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做法是种政治策略 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 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 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 他不愿意他随便讲的话 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 虾平 天子无戏言 当然 毛更为愤怒的是 背着他录下他的讲话 可以作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东兴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 毛说 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留录音员坦白交代 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 汪东兴报告了毛 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 康一鸣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机要秘书罗光璐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由机要室调回徐叶夫做毛的机要秘书 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 留录音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 康一鸣、罗光璐、录音源流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对于火车专列、武汉煤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 毛都没有过问 毛说这些人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 也就是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 针对他的行动 采取的特务手段 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 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 从这时起 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 怀疑更大了 这些遗距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 录音设备安装了几年 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 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 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 比较可靠的倒是女友 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后 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我看你不可能打开